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义。 在华夏的灿烂文化之中,各种精妙入神的佳作流传于世间,人们世世代代都受其熏陶。 春秋战国以儒家传天下的孔梦之道,汉父和唐诗共同彼尖文学之最,明末清初点醒世人的惊奇小说, 这是历朝历代的文化,呈现百家争鸣各有千秋之态。 但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读书写字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权利,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百姓常常对经典只能望而却步。 于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诞生了文化之中重要的分支,那就是民风民俗。 华夏之大,天南海北,不同流域,地方的人们性格特点各不相同。 有这样一句话,流传于广大的农村地区,甚至今日仍然有人还在说道,那就是日不晒根,口不吞羊。 很多人出读这句话都会产生误解,这短短八个字始终不明其意。 老祖宗常念到的这句话,究竟有何深意呢? 这还需要我们去细细领悟。 建房之道,不得不听。 华夏民族自古在成年之后就崇尚成家立业,认为这是人生必经的道路。 只有家庭安稳,才能更好地开拓仕途。 所以这家对一个人就显得格外重要,一间小小的房子,不仅能为人们遮风挡雨,更是温馨的港湾。 古往今来,人们对这建房之道就格外重视,而这句日不晒根,口不吞羊的俗语就与房屋的建筑息息相关。 首先日不晒根,这日自然就是指太阳,而这根则说的是墙根。 人们认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不能让太阳晒到墙根,这样是不合适的。 对于这样的观点,可能很多人都会存有疑惑,有阳光不是看起来房屋更通透吗? 其实,任何事都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不然将会物极必反。 一家人在屋檐下生活,适当的阳光能让人们心情愉悦,有利于身心健康。 但是若整个房子都处于太阳的照射之下,没有一丝阴凉,那人们将会感觉到燥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那更是成为生活的困扰。 一家人都不得安宁,所以人们在建房的时候就格外重视日不晒根。 其次口不吞阳,很多人也会产生奇疑,口如何能吞太阳。 但这里的口,其实指的是门口,也就是家中大唐的门,不宜修建的太高,让太阳全部照射进来,这对古人来说也是要忌讳的。 大唐本是一个家中最重要的社交场合,人们常常会在这来款待亲朋好友,但若是太阳直射进来,恍人眼睛,那将无法交谈,甚至因此有碍事业的发展。 因为一扇门而导致生活不顺,那将是得不所长的。 过犹不及,恰到好处。 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之中,兵荒马乱,战事时有发生,人们的生活常常不得安宁,流离失所。 所以,杜甫面对此情词景才写出了安德广煞千万间,大必天下寒是句欢言,只有人们安居乐业,有家可归,社会才能欣欣向荣,和谐发展。 在普通百姓的一生之中,为自己立家的机会往往就只此一次,所以人们就格外重视,对一切都精打细算,只为了能够拥有最舒适的家园。 但是,在建筑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实际的需求,切不可过犹不及,觉得阳光很好,就让全家暴露于太阳之下,那样只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道家十足老子,曾在《道德经》中有言持而迎之不如其矣,在生活中执意让其盈满,不如是可而止。 万事万物都讲究一个肚子,不只是在住房之中,在为人处事的生活之中,也不可随心所欲,要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才能让生活更舒心。 小杰 俗话常说日不晒根,口不吞扬其实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房屋建造相关,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所得。 但是时至今日,人们的观念早已不同以往,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住在高楼大厦之中,所关心的问题已经发生改变,但始终如一的是人们对于家的关怀。 在这句话中,不仅能看到老一辈人的房屋理念,还能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 在社会上立足,任何事情都讲究过由不及,不及是错,但过也会导致霍乱,唯有把握好分寸,理清自己的内心所需,才是真正的舒适与安逸。 曾国藩,晚清一代传奇,他的家族历史也称得上是一代奇观,后世子孙二百余人,无疑败家之子,历来为后人津津乐道。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一生的书信集,其中记录了近一千五百余家书,涉猎广泛,包含有立身处事,修身养性,识人用人,骄子育人和治国理政等内容。 即便是时至今日,仍然对现代社会的家风家规文化起到了极强的熏陶作用,润则千秋。 其中,曾国藩留给后世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义字,讨人贤离不得个交字。 如今读来,确实是引人深思。 湖南双峰曾国藩故居内的层府三节图一,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中,一个家族的衰败和没落,往往离不开一个奢字,其中典礼更是数不胜数。 很多名门望族,都存在追求富贵奢华和铺张浪费的坏习惯。 我们熟知的《红楼梦》,假使家族的败落还不是因为过去整个家族的奢侈之风盛行,以至于入不敷出,而早早埋下了祸根吗? 真正能够绵延后代,万古长存的华夏旺族,必定是把简以养德牢牢地刻在每一个子孙后代的心头之上。 曾国藩一生都注重家风教育,崇尚勤俭约,并大力贯彻以兼持家之风,从自己做起,做好良好的榜样和带头作用,还监督和检查子孙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家风、教育非常严格。 如果一个家庭,自上而下都是一股奢侈之风,那必然是利大于弊。 长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下面的子女和小孩。 追求奢侈,只会让人什么东西都想要最高端的,生活方式要采用最精致的,久而久之,越是难以回归简单淳朴的生活。 有时候,一整个大家族里仅仅是因为出现了那么一两个挥霍无度的败家之子,就可能导致整个家族受其牵连,劳财伤神,很快就败落了,不得不警惕这样的子孙啊。 二,人败离不得可益子。 一方面,身体上的享受安逸,就是长时间的不运动,不锻炼,贪图着窝在沙发里的生活,享受着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肥宅状态,最终只会养成一身肥肉,长期会导致身体活动不灵活,免疫力下降甚至是智力下降。 另一方面,精神上长期的贪图安逸,对一个人是莫大的灾难,将会变得没有激情和动力去追求原本向往的美好,变得开始在人生之路上走下坡路,最终会彻底失去生活的意义,彻底迷失在自己营造的安逸之国里。 安于现状的人,常常处于自甘满足,不思进取的状态。 对于当下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意见,反正得过且过也是过,对于过去的生活也没有回望反思的意图,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过去的放纵促成了现在的生活,对于未来的生活更是毫无打算,始终处于顺水推舟,顺其自然的状态。 有的人是在校园生活里,有的人是在走上职业道路后,有的人是在攒了一点积蓄后,还有的人升官发财后,这个安逸的转折点可能出现在人生的任何阶段。 可是,仔细想想,知道自己金钱不够富裕,还不趁年轻多工作多积蓄一点,那以后自己或父母生病时,又去哪里找救命钱呢? 知道自己目前的工作无聊透顶,但是还是懒于去学习一些技能,以提升自己,那么如若有一天,公司裁员,不裁你这种无用之人,还裁谁呢? 三,讨人,闲离不得个,交字。 这句话,曾老说得很直白。 话操理不操,现实也的确如此。 交,指骄傲自满。 骄傲并不是贬义词,但过度的骄傲,就会使人变得极度自负。 目中无人的俯视一切,不再以平等的目光和视线去对待他人,惹人嫌弃,也在情理之中。 慢慢的,身边的人都会与你渐行渐远,听闻你事迹的人自然也不愿靠近你。 人生漫漫,注定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保持一颗谦卑有礼的心,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比什么都靠谱。 无论你身居什么位置,有什么背景,不想讨人嫌,就要懂得放低姿态,言辞话语和举手投足之间谦逊有礼。 就算你是家里的小少爷或小公主,也不要一副趾高气扬的胶筋模样,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吃你这一套。 舍、意、胶,三个简简单单并不深奥难懂的字眼,在那个年代已经被曾老上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寄托和意义,一方面警戒自己,同时也意在鞭策家族的子孙后代。 意运深刻,可谓是一位用心良苦的大家常。 歌声里唱着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就是下重不可与兵而已,生活有它原本该有的一切规律,谁的生活不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美好,谁的生活不是向往美好而充满心酸,在向前奔跑的大家,都是人钱显贵的高手,却少有人会真的吐露自己的艰辛。 但是如果想要保持那份荣耀,就不能做坏事。 古人说天黑三不做,家中无灾祸,你知道是啥意思吗? 不做亏心事,人们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世间本是没有鬼的,只是人们心里有鬼,害怕别人的报复罢了。 阴谋诡计耍多了,害怕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 而天黑不仅仅是说太阳下山的时候,也说光线不足的时候,鬼就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阴谋。 池北偶谈里说凡人做亏心事,一事则神缩一寸,这里的亏心事就是违背良心和问心有愧的事情。 天黑以后做多了这样的坏事,当然会觉得自己以后会受到别人的伤害。 汉武帝的舅舅田坟是一人之下的丞相,又是皇亲国妻,位置和身份地位是十分尊贵的,但是在做人方面似乎有些嚣张,和窦英家族有许多的纠纷,这种事情本来是可以合则两立相安无事的。 结果田坟仗着自己的权势将窦英以伪造圣旨罪斩首,后来整天疯癫的嘴里喊着谢罪,如果不是做了亏心事,怎么会有恶梦缠身的事情? 万恶营为首,人们常说三更抹贪色,一个人要学会节制自己的生活,毕竟有许多人纵欲而死,古人也多有红颜祸水的故事,远离让自己身败名裂的人。 而那些过往,就是让人名得失的根本。 无义里说其无银余观,银,放自也,这里的银就是放纵和自义的意思,梦子里说富贵不能银,贫贱不能移,这里的银是祸乱和沉缬的意思,一个人不应该有祸乱的心思和放纵的行为,都会给家里带来无限的灾祸。 白居一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李隆基看着天下太平的大唐盛世,心中难免有所沉缅。 他一直沉醉在这样的世界里,身边的杨玉环,让他更加地放纵和陶醉于这样的生活。 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在这样的淫欲之下走向了危机,安史之乱彻底终结了他的美梦和安逸的生活,让大唐之圣也一去不复返。 李鹤说黑云鸭成成欲催,皇帝的放纵使得天下昏暗,百姓的生活也进入了无边的困苦,多少家庭因此而灾祸连连,或许没有这样的放纵,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 财不外露 许多时候,人们受伤是源于自己骄狂自大,被人打了闷棍还不自知有错。 古人常说财不外露就是这样的道理,有的人一生富有,却从没有受伤,有的人总喜欢锦衣夜行和高调的生活,终究会被生活给教训一番。 菜根坛里说藏巧于桌,用慧而鸣,欲清于浊,以躯为深,一个人懂得隐藏自己的实力,才是大智慧,一个懂得大巧若拙的人才会不被别人刻意地惦记。 而那些喜欢有才外露的人,或许会给自己带来那些无望之灾。 在朱元璋手下的功臣里,汤河应该算是最牛的一个人了,这个人在该往前冲的时候能替老板挡案件,在该退的时候能够不留恋权势。 但是,真的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做到了不争是争的境界,让自己家的后代福禄与大名同辉,汤河就是大巧若拙的人。 像李善长以及蓝玉这些人,在该退的时候不退,也不懂得隐藏自己,争一时的名利,最后手中的富贵也没有保住。 李善长他们争名利时,看似智慧卓绝,但是想想最后的结局,那叫争是不争,不仅一辈子的荣耀没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跟着倒霉。 结语,每个人的一生,内心都是都希望自己可以一生无忧无虑地活着,然而生活里却不似那样简单,想要幸福的生活,除了努力拼搏之外,还要懂得安分守己。 那些坏事做尽的人或许可以一时得势,天黑也仅是一时,见光了一刻,曾经拥有的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想要自己的努力不仅仅是空中楼阁,一定要懂得远离坏事,让自己的幸福不是那样的脆弱。 当今社会,很多人在口头上已经不说那些农村俗语了,但不得不承认,老祖宗的教会,真的是话操理不操。 今天这句,闷头狗,按下口,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其中的具体寓意,在民间其实流传着两种说法,听我细细道来。 一,不出声的狗,是咬人最狠的闷头狗。 按下口,从字面意思就一目了然,一天到晚不停狂叫的狗,不一定见人叫咬,反而是闷着头,漠不作声的狗容易咬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漆漆。 在我们生活中,也的确如此啊。 现代社会是典型的面具社会,人人都会伪装,看人不能只看表面。 一个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杂杂乎乎,但相处起来,他不会想着去算计你,就算是你得罪了他,他也不会想着去害你。 我们会发现很多犯罪嫌疑人都长着普通人的模样,很少有那种极其凶神恶煞的嘴脸。 如果在街上,他们从你身边经过,你一定不会觉得他是坏人。 很多罪犯就是选择伪装成善良的面孔,用假笑骗过那些单纯的人,蓄谋已久地去接近受害者,让他放下防备,然后实施犯罪。 所以,当今社会,尤其是女孩子和小孩,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不要轻易相信你不熟悉的任何陌生人,不要随意地透露自己的信息,更不要跟他去任何地方。 在很多场合下,沉默寡言的人总是习惯待在一边,似笑非笑,不轻易发表言论,也不轻易站队,旁人不由自主地定义他为一脸无害,但谁又能确定他们面具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去真正地留意沉默的人。 如果你得罪了他,招惹了他,表面上他不会跟你争执或责怪你,他会默默地放在心里,等找到机会,他在背后按戳戳对你捅刀子或许你都不知道。 而且,他们并不是故意表现的懦弱,也绝不是真的会像软柿子一样,任你揉捏,他们现在只是压抑着情绪在静静地看你表演,一旦你真的触及他的底线,绝对会等来伺机报复,让你猝不及防。 二、沉默的背后可能有大能量,这句俗语的另一种含义也是广为流传。 其中的深意是说,不要去轻视和无视那些话少的人,他们体内的洪荒之力一旦爆发,并会一鸣惊人,直冲云霄。 沉默少言,本来就是一种个人选择的生活态度和表达风格。 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人才,他们性格比较孤僻,不善言辞,其实并没有什么坏心眼。 沉默并不是无能,当下的的沉默寡言只是为了更专注,更踏实地去完成自己的计划和工作,而不是浪费说话的时间去进行无谓的讨论和争执。 他们不是不在意,只是选择现在不表达,他们深知后级才能播放,所以慢慢积蓄。 沉默少言,比夸夸其谈,更有分量。 叽叽喳喳的麻雀飞不高,真正的智者和高情商的人,都是险山不露水,都是游抱琵琶半遮面。 他们张口表达之前,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经过思想沉淀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很难学习,但很需要锤炼。 细想,历史上每一位军事家和战略家,他们在大战一触即发之前,为了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定是要静下心来,少言多想。 沉默少言,面对疾风咒语,往往能理智应对。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纷纷扰扰,多是嘈杂。 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一般经历的多,见识的也多,自然沉稳。 遇到大风大浪,必然不会惊慌尖叫,越是紧急,越是不会一惊一乍。 他们往往不会在口头上做出太多承诺,也不会立下浮夸的志向。 他们把说废话的时间都用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沉默少言,有时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陪伴。 当朋友遭遇不好的事情时,当同学失去年老的亲人时, 这个时候最恰当的做法其实是选择倾听,倾听对方的心声,倾听对方的难过,倾听对方的忐忑, 不要轻易打断他人,不要太过于自以为是,发表太多言过其实的言论。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沉默至少表达了你的一种尊重和善解人意。 想不到吧?短短六个字,竟蕴含着这样正反两面,极具辩证性的大智慧。 转念一想,这两层含义竟然十分贴合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这句经典名言。 其实,民间流传的很多俗语都具有严谨意该的特点, 在生活中,可以警示我们避免很多错误,少走很多弯路。 胡雪岩,一个在晚清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响当当人物。 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只是钱庄的一个小学徒, 却极具商业经营天赋,从底层到迅速发迹成为当时最有钱的大商人。 只过了短短十几年。 据流传,胡雪岩当时操纵江浙商业,业务十分广泛, 资金最高已达两千万两以上, 结合当时与现在的购买力演算, 胡雪岩的家业总值约为四十亿元人民币。 然而,富可敌国的一代商业奇才, 却在晚年身败名列,倾家荡产, 临终前还被抄家, 凄凉之中,郁郁而终。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 也跌宕起伏, 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启示和思考。 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他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经验警句? 一、知人性, 贪小便宜, 害怕失去, 爱面子, 胡雪岩的成功离不开善于识人, 他身安实人性, 辩人性的必要性,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他曾说, 一切一切都在变, 只有人性没有变。 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一方面很擅长利用人性的益处, 同时也很有抓住人性漏洞的能力。 实人性, 首先要认识自己, 知识并承认自身也是有局限性的, 认识到不足之处才可能有进步空间, 放下身段的自省, 也容易得到团队或员工的信任。 其次, 人性是有利用空间的, 接纳他人的好与坏, 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有高有低, 才可能把握住每一个人力资源, 为自己效力。 实人性, 需要我们擦亮眼睛, 保持清醒的头脑, 识错了人, 用错了人, 那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当然, 人性复杂, 胡雪岩在事业后期, 也曾犯糊涂, 也曾被蒙骗。 识人, 知人性, 一是要知道人性贪婪, 人都是爱贪小便宜的。 要提防和戒备你身边或团队里那些容易被小赢小利冲昏头脑的人, 至关重要的工作任务, 最好不要分配给他们。 识人, 知人性, 二是要知道人都是害怕失去的, 都在尽量避免自己受到损失。 只是专注于眼前得失的人, 畏畏缩缩, 不敢冒险拼搏, 是注定走不长远的, 团队里存在这样的人会降低士气, 影响整体的工作效率。 识人, 知人性, 三是要知道人都很爱面子, 有的人丢了面子也要去挽回。 爱面子不是贬义词, 毕竟脸面就是排面, 爱面子的人非常注重个人形象, 这一点也说明在人际交往中, 尽量多说正面正能量的话, 更易于合作伙伴接受, 合作才会更顺畅。 过分爱面子的人一般心理承受能力会比较低, 对于他人的批评指正难以接受, 很难自我提升。 二, 谁都有雨天, 没伞的时候, 常为人称伞, 胡雪岩的成功离不开他再世多年来, 坚持的善举和义举, 无论身在何位, 秉持乐善好施之心, 瘟疫盛行时常常为贫苦百姓施药放舟, 诸多世纪赢得了当时百姓和后世企业家的敬佩和尊敬。 他的事业十分红火, 贫有朋友相助, 总有贵人捧场。 他年轻默默无闻时, 在钱庄工作, 四处催债, 有一天突下大雨, 同路的一个陌生人在淋湿的胡雪岩头上撑起了一把伞, 两人一路同行, 令他十分感动。 从此以后, 他深知助人为乐, 才是美德, 因此只要遇到下雨天, 胡雪岩身上有伞, 一定会为淋雨的人撑伞。 这样的善举做得多了, 街里街坊都认识了这个好人, 也曾因为乐于助人名扬四方。 他显贵后, 也不忘为人撑伞。 曾有一名不商急需一笔资金周转生意, 找到胡雪岩, 想把家中的房子和地产以二千两银子卖给胡雪岩。 他听后命令手下打探市价, 最终准备了五千两银子给这个不商, 还说只是帮不商暂时保管家业, 等渡过难关, 来这里赎回便是。 硬给高价不给低价, 实属一举。 不商十分感动, 含泪离去, 再次归来时以东山再起, 还成为了胡雪岩的一位忠实的生意伙伴。 你有没有学到为人处事, 贵在共赢的道理? 正如胡雪岩曾说, 银子总有用完的一天, 朋友才是一辈子的事。 人人都会遇到下雨天没带伞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生的苦难挫折时刻, 不要冷眼旁观, 不要无动于衷, 更不要落井下石。 能为别人撑伞的人, 别人也肯为你遮风挡雨, 必然也能撑得起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 纵观胡雪岩的一生, 如他自己所言, 天从人愿, 赌博一生, 看似风光无尽, 实则如履薄冰, 一代商业奇才一生苦苦打拼, 却也在一个王朝的最后也走上了末路。 穿越历史长河, 我们好像能看到他的身影, 出身平凡, 并不能决定什么, 但其为人处事的经验和留给后人的警据, 必然是永远值得细究和品味的。 从前常听一首歌, 歌词里写着我真的好爱你, 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 这首歌的感情似乎很凄美, 人们听着也很陶醉, 然而这一身羊皮让人感动的情感, 却也能勾起人们对于过往的感怀。 当有人还在为秦桧翻案洗白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千羊里浮现在人们的脑海, 遭受治理的女子大多都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尊严。 静康使臣子恨, 都说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压迫得越狠反抗的也就越激烈。 当女真族还弱小的时候, 时常受到辽国契丹人的欺压, 但是当弱小的女真发现辽国的腐败和虚弱时, 就会迸发出反抗的潜力。 最后女真族联合北宋一起夹击辽国, 最终灭亡了辽国。 此时的北宋处在宋徽宗的统治之下, 这位帝王可谓是文化奇才, 发明了最为著名的寿金体书法, 手下更是有蔡京蔡香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整个国家可谓是经济发达人文汇萃, 然而在军事上却不尽人意, 军队的战斗力低下。 女真人看见如此的宋国, 于是就撕毁原先的盟约, 率军南下进攻宋国, 宋徽宗却吓破了胆, 将自己的皇位紧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宋亲宗, 在北宋主战派人士李刚等人的维持下, 才勉强地打败了南下的女真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昏溃的君主, 在刚打圣一战后就罢出了李刚, 寻求组合的路线, 结果在金军第二次南下时, 便经失守江山清赋。 靖康之耻后, 天下到处陷入了混乱之中, 宋徽宗和宋亲宗被俘获到了北方, 过起了奴隶一般的生活, 而他们的臣子还在故土上面抵抗着, 著名的岳飞就是这时候的英雄, 岳飞曾说靖康齿, 游畏雪, 臣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 壮至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引凶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看着山河破碎, 内心该是多么的悲怂。 迁阳里, 北方还是挺冷的, 当宋徽宗和儿子宋亲宗被押送到北方之后, 受尽了屈辱, 最让人痛苦的就是大家常说的迁阳里, 是当时金国专门用来羞辱北宋皇室的, 宋徽宗宋亲宗即使贵为帝王, 生命在那时也是贱如蝼蚁。 当北宋皇室被押送到金朝的都城惠宁府时, 举行了盛大的献扶仪式, 来庆祝自己取得的胜利, 命令北宋皇室的众人身穿普通的麻衣布衫, 不论男女都将上身裸露, 身披羊求到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的庙里, 去奉行迁阳礼, 这个小小的仪式对于金兵来说, 不过是小小的寿祥仪式, 但是对于宋人来说, 与杀人无异。 宋亲宗的皇后年近三十, 内心不甘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羞愤自杀, 而作为皇帝的宋亲宗, 竟然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如, 没有胆量自杀, 不仅丢失了文人风骨, 也丢了帝王的气魄, 历史上那些王国之君, 但凡有气魄的, 哪个不是凯然赴死, 就算失败, 也不失自己的气概。 古时候, 自从汉武帝罢处百家之后, 人们就开始了学习儒家的经典来作为自己的约束, 儒家讲究仁义礼之信, 对男女都有重要的真结、要求,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 人们内心自然有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的思想, 作为女子的亲宗皇后诸事, 在被人要求袒露上身, 这简直就是丢人的奇耻大辱, 看重明洁的人自然不能忍受。 宋徽宗精神备受折磨, 曾写下家山回首三千里, 木段山南, 吴燕飞, 最后在五国城受尽折磨而死, 享年五十四岁, 这样的帝王活得屈辱, 还不如自杀一些天下, 而苟活的宋亲宗亦如父亲的软弱, 毫无半点廉耻之心, 最后在一场马球会上, 被人强迫地骑上马去, 身体不知摔下马来, 是被马活活踩死的, 真可谓帝王界的耻辱。 结语, 每个人都是爱惜和平的, 然而和平再弱者, 这只是美好的期待, 却是强者口中的恩赐, 和平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 尊严也不是轻易能够获得的, 如果想让别人尊重你, 最好先自强, 只有自己的实力到了, 别人才会真的尊重你。 如果自己没有实力时, 还想期待尊重, 就会像宋徽宗宋亲宗一样, 受到无尽的折磨以及屈辱。 生活中的大家也是这样, 尊严都是靠自己得来的, 不是别人给予的, 如果不想受到别人的歧视, 只有自己真的强大才好。 沧海桑田, 日新月异, 在五千年的悠悠时光之中, 中华文化此起彼伏, 从来不间断其生机。 上古时期的风云传说, 大唐盛世的誓词歌赋, 明末清初的经典小说, 其中有诸多灿烂的经典, 值得我们去研读理解。 当然对于百姓而言, 虽然并没有如此文雅, 但也与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独属于民间的民俗文化。 人们常说人活七十古来西, 这与古时候人们的寿命情况相吻合, 但其实这句话还有上半句, 且与人们所想的意思截然相反, 由于其中所所涉及之事不便广为流传, 以免误导孩童, 所以人们才逐渐省去上句, 但这整句话究竟有何深意呢? 这还需要我们查其原因, 细细领会。 人生寿命, 七十为西。 人活七十古来西, 如果人能够活到七十岁, 那则是十分高寿的人。 在现代的生活中, 七十岁的老人非常普遍, 甚至还有更为长寿的百岁老人, 所以这七十岁实在不足为奇。 早在原始的士族社会, 人们的寿命只不过有二十岁。 之后进入到封建社会, 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一倍, 但也只有四十岁。 所以古时候的达官富贵甚至是当朝天子, 常常研习黄老之术, 祈求能够延年益寿,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人之规律, 这样的妄想也只是一场空。 于是相对于普通百姓的寿命来说, 这七十岁的老人乃是非常长寿之人, 是家中之福, 会受到官府的特殊家善。 杜弗所著,满腔哀思。 这样的一句话流传开来, 还得益于唐朝鼎鼎有名的师圣杜弗, 其师作与李白比肩, 被后人不断研读, 遵之为经典。 与李白的浪漫幻想, 风格不同, 杜弗充满着对于社会与人文的关怀。 人活七十古来西这句俗语, 就出自于杜弗所著的杜弓布施, 取将二手, 之一。 而这完整的一句话, 就是九寨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西。 九寨寻常行处有, 此时的杜弗虽然身为当朝官员, 但大唐往日的光辉正在耗尽, 安史之乱后已经开始不断地衰败, 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于是只能不断地借酒消愁, 即使生活拮据, 也仍然在各处酒家舍账来讨酒喝, 所以这城中处处酒庄都有他欠债。 联合这两句诗的意境, 可以看到在千年前快要没落的大唐, 有一位满腹志向的才人, 因为官场之间的尔虞我诈, 对待衰败的时局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只能以酒来安慰自己郁闷的心绪, 人生能到七十已经是非常稀少, 所以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 享受着人生的光阴。 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杜弗在苦中作乐罢了, 酒无法解人愁, 只能暂时麻人心。 物极必反, 平淡看待。 华夏自古就十分重视千的礼仪, 为人处事都千让别人三分, 这样在社会上立足, 能为自己积攒人脉, 更好成事。 但是这度也需要把握好, 如果一件事做得太过极端, 那将会产生物极必反的效果。 为人切记, 莫不要鞠躬自傲, 但也莫不能妄自菲薄。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的能人知识, 他就曾经在出师表中有言, 辉红致实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 为人要懂得振奋自己的志气, 不能太看清自己。 一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每一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发掘自己的才情顶赋, 如果对万物抱有郁郁寡欢的态度, 不如将这心思用在更好的经营自身上, 真正地享受当下。 采菊东篱下, 悠然陷南山, 树立好自己的心性, 即使是不被人理解, 也能从中自得其乐。 古之超凡脱俗的圣人之所以为圣, 因其历经千帆, 保持不坠青云之志, 最终修生养性, 得以悟出其中真理。 而以九仇之人, 终不能理解其中深意。 小杰 在人们的生活中, 即使是很常见的一句俗语, 其实也有其深意。 人活七十古来兮, 视人皆以为只是形容年龄, 却不知这是观大堂的诗人杜甫, 道出了当时他的真切心境。 那仇怨, 那烦闷, 只能用烈酒来掩饰。 由于其前半句涉及的喝酒欠债之事, 家中的长辈们为了不交坏孩童, 于是渐渐省去, 但殊不知这两句合起来, 才能体会到苦中作乐的无奈之情。 人生短短数十载, 自愿自意是活法, 但平淡乐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社会上即使忧愁众多, 也不要过度地看清自己, 有志者是进程。 老话说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一直以来, 人们对于外貌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 但是在生活中, 以貌取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人们常说像游新生, 你心里怎么想, 就会在你的脸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面对一个愁眉苦脸的人时, 你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他身上的压抑和不快, 而当你看到一个面带微笑的人时, 你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他身上的温暖和愉悦。 人们常说和嘴弯弓不可教, 两腮无肉大弯腰, 有道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和嘴弯弓不可教。 首先, 我们来解释一下和嘴弯弓, 意思就是嘴角向下, 嘴唇紧闭, 嘴角向下搭拉着, 看起来像一把弯弓一样。 在人们看来, 这样的表情代表着严肃或者不悦, 总是有这样表情的人看起来, 会让人觉得不好靠近。 这也是人们平时经常说的苦瓜脸, 俗话说, 笑一笑时年少。 一个人笑的时候, 不仅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还能给别人带来好运气。 一个人如果总是板着脸, 那么就会给人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让别人没有办法靠近他, 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 不愿意和他交往。 这样的人情绪总是很不稳定, 喜怒无常。 当他们开心的时候, 就会对周围的人表现出亲切友好的态度, 但是当他们生气或者不满意的时候, 就会发脾气或者抱怨不休。 这种行为让人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的举动, 也让人觉得很不安。 其次, 这样的人经常会向周围的人传递负能量。 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不满或者抱怨传递给别人, 让别人也感受到压力和不安。 这种负能量会让整个气氛变得很沉闷, 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整体来说, 没有人愿意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 因为这样的人会影响到周围的人的情绪和生活质量。 但是, 我们也不能完全排斥情绪不稳定的人。 有时候, 他们可能只是需要帮助和理解。 我们可以尽可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 试着与他们交流, 帮助他们缓解情绪。 我们也可以尝试给他们一些积极的建议和支持, 帮助他们走出情绪低谷。 这也是对他人友善和耐心的表现。 两腮无肉大弯腰两腮无肉, 意思就是脸颊两侧没有肉, 脸看起来很尖, 就像人们常说的尖嘴猴腮, 就是这个意思。 在人们看来, 两腮无肉的人总是给人一种不和善, 刻薄, 心机多的感觉。 特别是在古时, 这种长相的人比较常见, 尤其是在贫穷的家庭中。 在古人看来, 两腮无肉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 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复杂。 在裁员有限的情况下, 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 如果人民不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 他们就不可能追求更高尚的文化和品位。 因此, 在古代社会中, 这样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福气, 没有人生价值的人。 其实, 人们说这句话也是为了提醒人们谨慎交友, 对于那些心机深沉的人要远离, 不要深交, 他们的算盘往往非常隐蔽, 我们可能无法预见到他们的恶意。 接下来说, 大弯腰。 大弯腰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指经常弯腰的人, 第二种就是人们常说的水蛇腰, 意思是说走路扭动十分夸张。 无论是哪一种, 在人们看来都是不好的, 这样的人往往都是惺惺作态的虚伪之人。 因为在人们看来, 经常弯腰扶手的人都是经常拍马屁的人, 走路十分夸张的人都是喜欢惺惺作态, 引人注意的人。 在人们看来, 他们会过度表现自己, 用各种手段来引起他人关注。 很多时候, 交朋友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自己获取利益的手段。 所以, 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不要深交。 小杰, 我们常说, 人心隔肚皮。 人心难测,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身边就没有小人。 所以掌握一些识人看人的技术,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而, 现代社会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凭借长相, 就来评断一个人的性格了。 许多优秀的人, 比如说优秀的演员和模特, 都可能不符合两腮有肉的审美标准。 而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长得瘦, 就去默认他是尖酸刻薄的人。 现代的社会注重能力和表现, 人们对一个人的态度和品质非常注重, 而不是仅仅看一个人的长相就做出评价。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温和或冷酷, 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语, 以及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而不是单纯地根据外貌来做出评判。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树立自信,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鸟要有巢, 人要有窝, 家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起始点。 人们在这方寸之地体会到清醒的温暖, 从而获得力量不断地成长向前。 悠悠天与况, 窃窃故相情, 不论未来的路上游走多远, 人们都会在心中异于留有家的位置, 虽然人已经长大, 但对于家的眷恋却始终留存。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不会总是顺心顺意, 这其中自有酸甜苦辣百种滋味任人们体会。 但是在历经千番之后, 有的家业不断发扬光大, 成为名门望族, 而有的则随风飘散, 最终不见其名。 这家业的经营良方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追寻, 老祖宗也深知其中奥秘, 就曾留有一户开两门, 人才都难存这样的俗语来提醒世人, 这两门究竟有何深意, 为何会对家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这还需要我们去细细领会。 一户两门, 各自存心。 俗语一户开两门, 人才都难存, 就其字面意思来看是在提醒人们, 如果一个家户之中开来两扇大门, 那将会导致家中的后人和钱财都会溜走, 家业也会就此衰败。 一个小小的门,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作用? 其实, 很多人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这其中自有老祖宗的深意。 在古时候的封建社会之中, 农耕经济是民生之主, 家家户户都已有个好收成为最大的愿景, 于是人们就会生很多的孩子, 来补足家中的劳动力, 这样子似后代不断繁衍, 家族才能渐渐庞大起来。 但是这家中无论如何变迁, 这主门却只能修建一个, 因为在古人的眼中, 这家中有两门意味着家中之人存在隔阂, 彼此之间心存嫌隙, 所以这是家中不合的象征。 人们常说兄弟其心, 其力断金, 在屋檐之下, 兄有弟公, 和谐地为家业共同谋事, 那这家业的富足也将会指日可待。 若是家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人都互相地隐瞒猜忌, 彼此分心, 那等到福祸来临之时, 也定无法同舟共渡, 只怕最后会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 古往今来, 因为皇权之争, 这宫廷之中的手足相残, 父子相争的事迹不在少数。 烽火系诸侯的周幽王, 不仅贪图美色, 对待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一视同仁, 本为皇后之子的姬一舅因为周幽王对于包四的偏爱, 被废除太子之位, 转立包四的儿子为太子, 于是心灰意冷的姬一舅就对其父亲生出了怨恨, 进而联合自己背后的势力, 在离山的脚下杀死了周幽王, 成为新帝。 两门之下, 安全隐患。 这一户两门在古人的眼中, 象征着家庭的不和谐, 除此之外, 也留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在古时候, 人们居住在宅院之中, 这房子最重要的作用还是遮风挡雨, 虽然古人的建房之道非常精巧, 很牢靠, 但是人们在修建房子时大多采用木材, 石料较少, 所以遇到这狂风暴雨的天气, 房子很容易被毁坏。 若是家中四面墙, 其中两面都开了大门, 那更是会经不住暴风的袭击, 只怕会发生坍塌事故, 轻则伤身, 重则甚至会使人死于非命, 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 那将是非常惋惜的。 古人常说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只有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那生活的富足才有希望,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这老祖宗自古流传下来的建房之道, 还是有其深意的, 如果擅自为了方便开两扇门, 反而会使家人陷入安全隐患之中, 一招受损, 就可能会导致家产被毁, 家人被伤, 所以这样不利于家庭发展的做法,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小节 老祖宗常说的一户开两门, 人才都难存, 并不是威严耸听之语, 而是古人在长久的生活中所总结的经验。 家和才能万事兴, 一户之下大开两门, 家人之间各自分心, 这样发展下去定会产生矛盾, 导致家业不得安宁。 再者, 修建两个大门会使房屋的地基不牢固, 一旦狂风暴雨袭来, 那将会使人们处于隐患之中, 所以这两门是要留有忌讳的。 随着现代人们生活环境的转变, 这房子的修建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老祖宗所言的道理, 深刻领会化为自身的智慧, 定也会对生活产生益处。 鬼谷子, 战国时代极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 平生隐居于云梦山之鬼谷, 字号鬼谷先生。 古往今来, 鬼谷子的各种传说流传众多, 他极具智慧且通才达实, 精于修身养性, 精通百家学问。 他是纵横一派的开山敌祖, 兵家, 法家尊称他为谋圣, 算命占卜的人都要称他一生祖师爷。 他的弟子孙斌, 旁娟, 苏秦, 张仪等人在那个战争年代, 都称得上是鼎鼎大名的一代传奇。 鬼谷先生留给后人的都是大智慧, 细细品读, 鬼谷子一书, 其中的博大精深, 实在令人大为惊叹, 感觉圣读十年书啊。 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死胡同时, 遇到生活的独木桥时, 不妨想想下面这三句真言, 也许峰回路转, 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一, 是无常贵, 是无常诗, 这短短的八个字, 可谓是大道至简, 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富贵, 所有事情也没有固定的规律。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 越长大越是发现很多境况下 根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或准则可以遵循。 按部就班或许是一种原则上的坚持, 但没守成规就是刻舟求见, 就是一根筋, 就是死板的思维, 就是不懂创新, 是没有办法走得长远坦荡的。 因此, 灵活地运用好一个辩字, 才是长盛之道。 人的认知也是在变化的, 创新思维就是要懂得因人质疑, 因事质疑, 因时质疑和因地质疑。 做人处事就要像那水一样, 万千形态, 也不停下向前奔赴的脚步。 解决困难时, 除了遵循已有的准则, 更重要的是快速接受和适应目前的挫折和危机, 一条道走到黑的盲目在此时已经不可取了, 发现此路不通, 就应该开始准备换方向了。 心中要燃起一种信念, 要始终坚信, 办法是总比困难多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见招拆招嘛。 另一方面,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富贵的道理, 也是有很多前车之鉴的。 在钱财方面, 始终要保持一种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的心态。 不要赚了一点小钱就沾沾自喜, 每两天就花光了, 最好应该定期计划和安置近期的收入, 以便未来在购买生活大件, 看病吃药时不至于手头不宽裕。 真正聪明的人, 他们愿意去支出一定的金钱, 去学习和进行可靠的投资。 还有的人会选择花钱投资自己, 扩充知识面和投资能力, 以赢得更多的财富。 二、木桂明。 耳贵聪、心贵智, 这九个字, 也通俗易懂。 一是眼睛贵在明亮, 眼睛是我们接触世界, 直视他人的窗口。 当我们处在一个事件中, 或一段人际关系里, 要懂得察言观色, 目前的情况进展到哪一步了? 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添加补充的? 团队中的其他人,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这些都是直观可以看见并最好及时付诸行动的。 更高水平的人, 一般都透过现象看品质, 依据目前的进度来提前为未来的计划做准备, 依据目前已经出现过的问题进行解决并杜绝再次发生。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要透过别人的眼睛, 审视自己的不足, 勇敢地让他人指出自己的问题和缺点, 才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二是耳朵跪在机敏。 听, 主要是吸收外部的声音。 首先, 我们要学会倾听, 听对方讲清楚来龙去脉或具体要求, 不要心急地随意打断他人, 或者一直插话, 也是非常不礼貌的。 只是听然后点头回应, 同时要在心里罗列对方说完你所要陈述的内容, 以有条有理, 节约彼此的时间。 其次, 我们要懂得领会话里有话和弦外之音, 很多话在一定的场合不能直白地讲出来, 上级发布任务时也不会一字一句地把具体要求告诉你, 因此需要思考后再提取别人话语中有用的信息。 再次, 同样的, 我们要打开自己的耳朵去听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恳请他人指出自己的不足, 不能只听那些甜言蜜语, 要明白忠言逆耳, 却利于行。 三是心灵贵在人会。 坚守初心,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德才兼备, 内外兼修, 心灵美和内在美很重要。 要懂得要用心来想问题, 凡是三思而后行, 一切从现实实际出发, 把握事物间的内在联系, 利人利己, 避免后悔, 用一颗的心去审视自己, 正视自己的优缺点, 不断完善自身, 一颗善意的心去审视他人, 真诚待人, 避免与人为恶, 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他人, 人人平倒, 不必高高在上。 人这一生, 时光匆匆, 回头一望, 一辈子也就这么长。 有的人常常在低谷之中徘徊, 却不知为何, 日复一日潦草的生活, 靠谱的聪明人, 擅长及时变通, 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 一次又一次迈过人生的险摊。 谁不想当个聪明人呢?